风行日本的大创百货强调低价高质感的设计 是以贩售各式日常杂货用品出了名 而这股旋风也卷入了洛杉矶 已经开了四间分店的大创 又再新增第五间分店 12月22号在蒙特利公园市盛大开幕 圣诞节装饰品还有光看就很舒服保暖的室内拖鞋 以及造型酷炫的文具 就连指甲油彩妆用品全都应有尽有 在日本风靡流行的大创百货Daiso Japan 专门贩售各式日常用品 标榜以200元日元就可以买到流行又实惠的商品 而这股风行也卷入了洛杉矶 已经开了四间分店的Daiso 现在又在新增第五间分店 蒙特利公园市时代广场分店 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里有很多中国人 我们和Daiso和中国社会 所以我们在开了这里 我们已经开了台湾和中国也开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更新的社会 在這間佔地約250坪的店內 Daiso表示所有商品強調的就是價格跟質感的消費理念 要顧客只花1.5美元就有高品質的收穫 而他也進一步強調他們一貫的原則是保證兩萬多種商品以最低的價格提供給消費者 不過由於盟視時代廣場之間占地有限 商品只能展示8000多種 這也促使他們在不久後會在附近新增一間 新店開張當天全天候都有特價商品優惠 而前200名顧客還可以獲得禮品代案抽大獎的機會 中網電視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